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来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洛杉公共卫生部 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 据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报告指出 仅在12月就有近四分之一的 洛杉矶居民感染呼吸道疾病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3% 正在传播的三种主要病毒疾病 为新冠肺炎 呼吸道荷包病毒和流感 CDC表示 这些疾病有许多重叠的症状 如果不进行检测就很难正确诊断 新年长周末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局增派警员执勤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局表示 执行期将12月29日星期五下午6点01开始 持续到1月1日星期一晚上11点59分 在执法期间 巡警局将增派警员监视道路 搜寻受到酒精或药物影响 超速或不计安全带的驾驶人 高速公路巡警局资料显示 在圣诞节期间全加州有20人在车祸中丧生 900多人因酒驾等因素被捕 蒙市邀请社区共同守夜 纪念1月21日五行枪击案 2023年1月21日农历除夕期间 洛杉矶县蒙市五星五厅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案 越南华裔男子陈友勤持枪行凶 造成至少11死16伤的惨剧 蒙特里公园市为纪念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反对暴力 将于1月21日晚间6点于市政府前举办首夜活动 蒙市邀请各界人士共同参与 有起火和割伤危险 480万台携带式搅拌机召回 Blendjet 2携带式搅拌机 因为可能会过热 搅拌机叶片可能会断裂造成火灾和割伤危险而召回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络Blendjet免费更换Blendjet 2机器 该公司已收到329份 关于刀片在使用过程中断裂的报告 以及另外17份关于过热或火灾的报告 导致财产损失索赔约15万美元 中天中旺 真理报道